妈妈咧咧无语行 某天,思源妈妈正坐在木架上休息 旁边的思汤圆条皮地抱着妈妈的胳膊一直砍 被扰了亲近的思源虽然很生气 但也只是在无声的妈妈咧咧 而思汤圆却丝毫没有收手的意思 忍无可忍的思源气得直接抽回胳膊 这表情和动作跟人也太像了哈哈 而且我们思源可谓是最好认的熊猫了 因为她的两只前掌都有白毛 小时候被大家称为白手套妹妹 后来当妈妈后就被称作白手套阿姨了 思源十二岁时还曾只身一熊 带六只一岁多的男熊宝宝 场面浩浩荡荡,非常壮观 其中有其亲生的思念和思云云 晶晶所生的惊傲和惊愈 以及亲和所生的奇奇点点 由于思源小时候比较挑食且吃东西的速度又慢 所以她比当时小一岁的金睛还轻十多公斤 是属于体型较小的熊猫 因此每当思源喂奶时 六只嗷嗷待哺的顽皮猪猪个头都跟她差不多大 眼看着思源都要被宰宰们淹没了 但是她却没有因此而发脾气 反而对他们十分温柔爱护 所以宰宰们都十分喜欢她 崩溃跳脚型 苗苗曾经的蛙没三巨头之一 由于她在刚出生时脱水情况很严重 因此奶爸奶妈们为她取名苗苗 希望这个充满水的名字能伴随她健康成长 而且我们苗苗还是一只安静乖巧 且不争不抢的淑女熊熊哦 因此大家也称她为六水公主 但这一切啊 似乎终结在了她大娃之时 由于宰宰实在是太调皮了 苗苗常常会被气得捉急跳脚 但是尽管苗苗在生气吧 却也永远只是空有一副武士的架势 不会真的动手 实在是太逗了 真切地演绎了什么 叫谁带娃谁崩溃哈哈 我也是宝宝型 蓝香 人称蓝贵妃 2016年7月11日 14岁的蓝香生下了重庆动物园 盼望了十几年代第一只男熊宝宝 而成为园里的大功臣 因此本就不爱愿动的她 各是被奶爸奶妈们宠得一一来伸手饭来张口了 最经典的莫过于蓝香带娃食啊的张嘴等卫食 等等 你以为这就算最懒的了吗 错错错 甚至就连帮宝宝舔屁屁辅助排便这种事 蓝香都要奶爸帮忙拖住宅宅屁股 真真是熊猫界第一熊了 有一次在蓝香给宝宝喂奶时 只见她躺在地上 完全不用管两个宝宝 毕竟旁边有一个奶爸负责给她喂食 而且还是已经包好的损损哦 另外两个奶爸拖住宝宝以辅助他们喝奶 甚至于还有一个奶爸负责把这经典画面给拍摄下来 可谓是各司其职 让蓝香享受了最高等级的月子服务 毕竟我们蓝香可是一位很重视自我感受的零零后妈妈哦 她常常在带娃和外出放风之间选择放风 还曾被奶爸吐槽天都黑了 宰宰都睡着了才回来带娃 不过呀 当年重庆动物园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选熊时 看中的其实是她的双胞胎姐姐梅青 结果不知怎么的梅青就是不进龙 完全不为所动 而双胞胎妹妹蓝香却自己主动走进了笼子里 后来大家觉得和蓝香挺有缘的 就把她带回重庆了 而梅青也是一只有个性的熊熊哦 主打有脾气当场发 绝不内耗 不过由于在带娃的时候 总是被宰宰抢食 因此梅青逐渐练就了神奇的魔术手 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就能把一半食物藏在了另一个手里 超级厉害的 偷懒家讨价还价行 都说成大大娃 活着就好 常常因为大娃偷懒而被奶妈抓包的她 可是贡献了非常多的大娃鸣鸣鸣 比如被奶妈监督带娃 被奶妈吐槽把娃带的屈恨 但最搞笑的还得是成大哥奶爸讨价还价的名场面了 小伯母 毛巨尿 小伯母 来 高伯女 高伯一呃 太噁了 高伯 对 帮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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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绝责 Bir Yi hockey 熊 Podcast 不过呀 搞笑归搞笑 大家别看成大带娃姨父很随心所欲的样子 那是因为最了解孩子的莫过于母亲了 我们成大可是把出生体重仅42.8克 还不够一颗鸡蛋重的成浪给大大的伟大母亲哦 除以上之外还有茫然的梅包 当时她生了雄生第一台梅兰 还不知大娃为何是哈哈 另外还有被青鹿抢时候努力克制情绪的判青 都太搞笑了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